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先看一則的花生消息 何彤昨天下午就在Facebook發post 講到聲稱有懲教人員給他資料 說涉嫌煽動他人分裂國家而違反國安法的死黨 鍾漢林就在懲教所遭到無理處罰 在沒有提供任何原因的情況下 在昨日和前日就被強行要求暴粗超過四小時 並且指已經被看法到遺痛的程度 仍然被要求繼續暴粗 黃之鋒又指涉嫌者是曾經在這個逼屋懲教所 虐待在囚政治犯的懲教助理 而且還公開他的姓名 呼籲所謂的懲教處方的高層正視這個事件 而懲教處回覆傳媒的時候就表示 這個事件是個別社交媒體報道 並指初步了解之後證實並無此事 而對於個別公眾人士很明顯就是指緊何同 作出這些惡意的指控 處方予以嚴厲的譴責 處方又指已經展開內部調查 如果發現個別在囚人士對外發放假消息 定必嚴肅跟進 我們先看何同那邊的說話 首先全程沒有任何證據 他只是說了一句 啊有人告訴我 就好像剛剛有人告訴我 何同昨晚走去強姦殺人放火一樣 這個就是最大的證據了 陰光 然後就直接生安白做一個故事出來 這個故事你想想 隨時是烏克蘭用正的 Sorry 可能是烏克蘭用完的了 然後翻譯翻作中文 改一改日期 改一改人名 你說正不正 對不對 再說 他那些 不要聽些講句 我真的想笑一笑你 黃絲手足 操你四個鐘 你就稱之為中共極權 你所理解的中共極權是什麼 如果我自己是極權 我自己在想 我操足你二十四個鐘 而且拿著條鞭 啪啪啪啪啪 你還想著睡覺 飯你都沒得吃 胃痛你就說 哎呀我好慘啊 這些就叫極權 如果是極權 就不只有中漢林這個傻仔一個 是全部黃絲手足給我全部抓出來 是不是應該這樣 什麼叫極權 我都不太明白 原來胃痛就叫極權 最後都是那一句 儘管懲教署即日在這裡澄清這件事 不要聽些講句 可以怎樣 充其量就叫做所謂的嚴厲譴責 實際點那句 哎呀你作故事冤枉我啊 我沒辦法的你繼續冤枉 告不回他 是不是 甚至乎 何同喜那個事件裡 開宗明義 某個的懲教助理 哪個哪個 放了幾張照片出來 我估計可能是他 那這位懲教助理 可不可以用私人去告他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就正如之前一些人士所說 香港的那些誹謗法例呢 罰得是非常之輕的 那作為一個普通人 其實就是一個打工仔 可不可以有能力走去告他呢 這個也是另一件事 所以實際上就是需要加深文法 去管理這些問題 下一則的消息 都是黃之鋒、周庭和林朗言 涉及去年6月21號號召群眾 包圍警察總部 分別被控善華他人 明知而參與美京批准集結 及組織美京批准集結 及明知而參與美京批准集結罪 案件會在今天開審 黃之鋒在網上發文指 他和另外兩個人 檢視控方證供 並徵詢律師意見之後 決定承認所有的控罪 大家看到了 其實他們現在承認控罪 很明顯就是因為 看到控方的證供 是相當充足 已經走不掉了 他拿不到真所謂的證據出來 去證明他自己清白 他就去承認控罪 減刑 但是最悲哀的是 其實現在的一群信眾 盡管看到這些人 在犯法 他們都是繼續支持他 已經變成一個邪教的認識 沒有老式去支持他們 這些違法達儀 實際上已經發生在這一群信眾身上 很難改變 老實說 最後一則記的消息 想和大家看昨天 前特首梁珍先生的一段發文 講到英語當中有個詞 叫money trial 意思是前滴路徑 賊佬打劫銀行 到手的鈔票 塞滿一大袋 逃走的時候 鈔票不斷逸出 灑在路上 警察就懸著money trial 找到賊鬥 將賊佬的指紋 對比銀行櫃桌上的指紋 就破案了 有沒有劫匪把指紋 留在這個銀行櫃桌呢 是有的 世界上真的有這樣的笨賊 賊鬥裡面 除了拿刀拿槍的 還有策劃支援的共犯 一網成禽 錢不能夠被毀滅 花了的錢 只是到了其他人的手上 而當今社會 除了鈔票之外 用支票轉帳越來越多 這些money trial 都會有紀錄 而世界各地搞顏色革命 都要用錢 這些錢的money trial 只要銀行配合 十分容易查 進出的辦法 不外乎是 將大水喉過來的錢 化整為零 然後化零為整 集中之後 用起一個犯法的行動計劃之上 這個是外國政府 嚴厲打擊洗黑錢的原因 近年封行的眾籌有真有假 遊行示威拿到的捐款是鈔票 其他的都有紀錄 只要銀行配合 快一點的時間很容易查 我說花一點的時間 是因為放長線 才可以釣大魚 大魚不是香港人 是外國人 釣到大魚 不單止是為香港立功 而是為國家立功 危害國家主權 安全 和發展利益的團火 一如黑社會 我們的工作目標 不是要送幾個人入監獄 而是要全面瓦解 泛民幾千度大近視 視力模糊 當中央是無牙老虎 過去一年還不斷跌眼鏡 一地玻璃 真是建議他們 要是去做視力矯正 而是提早買多些京風省 雖然這段文章表面上 是對著泛民所說的 但是我自己作為一個不專業的人 會確實有另一邊的解讀 正如有些人說 國安法出了之後 國安處執行的速度 好像沒有預期中那麼快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案例出現 其實這一段的文章 只要將例如國安法套下去 很多答案其實就給了你 例如要找這些黑暴的黑金 其實是不難的 難是難在 現在要放長線釣大魚 而且那條大魚不是香港人 是外地人 不是說簡單捉幾個人 是不是捉何彤進去 是不是捉四大漢奸進去 捉四人幫進去 這些其實可能很容易做得到 但是要釣得到 外面那條大魚進來 這裡才是有困難的地方 以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整個國安法現在做什麼 大家就會迎刃而解 理解得到了 觀眾的你又覺得 我那個理解有沒有錯誤呢 又或者你有沒有其他看法呢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好了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最後一則消息 攬炒派的議員 在鬧詞之後 有人說到 立法會進入了 侯議會時代 不少的專家學者就表示 後議會時代 這個建制政黨的角色 更加備受關注 建制政黨在立法會的角色 會有什麼變化呢 各黨派就著施政報告 提交了什麼意見呢 未來一年的工作重點又是什麼呢 建制派如何監察政府提升議事效率 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推行更多有利市民福祉的政策和舉措呢 今天下午五點正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所舉辦的 第一屆香港政黨主席論壇 將會正式開播 並且在大公文匯各新媒體平台 和香港文匯網平台同步直播 包括民建聯的主席李慧琼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經文聯主席盧偉國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等 將會作客直播間 和港大壽眾分享 建設力量的政黨領袖們的真知卓見 有興趣的觀眾到時真是擔定凳仔 下午五點鐘 相信各大平台都會播放 好了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粉絲 Mint